由胡梅指导、周润发、周迅、任全、陈瑞等主演的古装大片《孔子》 自22日公映以来,短短三天就创造出了将近4000万的票房。 近日,胡导演携几位主演来到香港酒展举行新闻发布会, 向香港观众们隆重介绍了这部大家之作。 这部《众星云集》的影片讲述了遥远的春秋时代, 出生于鲁国、摩洛贵族家庭的孔秋,面对混乱的社会, 希望能够以他超越时代的思想和智慧来影响春秋诸国的历史进程。 率领众弟子与时代抗争,最终成为至圣先师的故事。 说你在鲁国做官,干得很好。 三成一收回两个,岂能功亏一亏,不要再说了。 夫子错把自己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了鲁军的身上。 夫子可否留在魏国,我们再见面。 近日盛传周迅与王朔分手一事。 当问到这是否是有意炒作电影时,周迅坦然表示, 这种事情无需做出回应,并礼貌地向记者道谢。 我没有,我不需要回应这件事情,谢谢。 会上,发哥和周迅分别被要求用一个词形容对方。 发哥赞赏周迅是一个很香的女人。 这个香指的是并非是味觉,而是才华和视觉的结合,演技的精湛。 周迅则是用了高来评价发哥,称其思想境界和孔子一样高。 私下对其他演员也都很好,从不摆巨星架子。 其实香它在这里有一个说法,他们说香呢, 譬如唱戏好看人,或者那个女孩好气,就是动胃,都可以动胃香, 不是美国的看人,在那个视觉上,或者在那个才华上, 就是说那个女孩好香,他们都可以说演技很好, 啊,我小学习会用,把这套戏放在红柄。 用高来形容吧,一个字,高。 因为发哥演的这个孔子,他的思想境界很高。 哇,谢谢,谢谢,你更高。 发哥人也很高,然后对我们都很好,所以也是很高。 当晚8点15左右,孔子剧祖季发布会之后, 又在《九展》举行了影片首映里, 会上众演员附近香槟, 发哥一直绅士地陪在周迅身旁, 更可见满面笑容。 多谢你们。 好了,多谢大家的黎南, 现在大家找到门口,拿回一张飞, 快点去欣赏孔子这部中国文化的巨制。 多谢各位。 谢谢。